媽的地面才有這麼多 這麼多 多個商社躺在馬路不同位置 地面散落汽車零件 波鞋、衣襪等等一片混亂 應該是車吧 事發現場在浙江台州職業技術學院的校區內 當地傳媒引述消息說 星期二早上大概11點20分近午飯時間 這輛沒有學校准許的黑色私家車 突然闖入學校大門 撞下多個學生 送駕駛一段距離才停下 至少10個學生有不同程度受傷 台州市公安局指 已拘捕攝氏司機 但未透露傷者情況